大家好,我是明板 我们开始第十节 统计IT橘子行业公司信息 这一节我们需要用到的例子是IT橘子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到浏览器地址栏贴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页面往下拉 这块会有一个按钮是点击更多 它显示加载更多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它会加载一部分数据 再点击 它会加载更多的数据 再点击 它会加载更多数据 和我们之前的都不一样 之前微博那个是鼠标下拉 就可以搜索到 就可以加载更多数据 这个是需要点击一下鼠标 好,我们再看如何抓取 这个网站 我们直接为大家演示一下 PPT 里面是步骤 让我们inspect 打开web script 我们创建设计划 我们创建设计划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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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结构体的意思 click 表示点击一下 就是它的点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点击一下它会加载更多按钮 这块有两个 这块选项比较多 大家依次来看 第一个select 我们就是选中我们要抓取的区域 我们点击select 我们选中这个区域 选中 然后我们到第二个 然后选中 可以看到它已经全部都选中了 点击当select 第二个click select 它是就是要我们要选中这块的加载更多 我们点击select 然后点击这块 大家注意看 它虽然点击了以后 它会更多加加载一部分数据 但是大家看我们也是已经选中了的 我们点击当select 点击element preview 查看一下 大家看到加载更多 这已经被我们选中了 我们取消掉 下面一个click type 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click one 一个是click more 我们这块选click more 只要是这种点击下的更多的情况 我们都选click more 这块的选项 click element unicorns 我们直接选unicorn CSS select 大家这块 大家不用知道为什么 比较这块就涉及到一些前端的一些代码知识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原理的话可以去学一下CSS的一些原理 但是我已经给大家就是找到规律了 只要是这种加载更多的情况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click type选click more 然后下面这块直接用选择 unicorn CSS select就可以了 multiple我们选中 因为我们要抓取的是多条信息 我们选多个这种区域 discard这块我们不用管 delete我们选2000 然后保存 这样还没完 大家记得我们的element它是没有 只是帮我们确定一个区域 它不能抓取有效的信息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子选择器 内型是text文字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名字 然后当selecting 然后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 再建一个选择器 抓一下它这个描述 公司的描述 然后保存 好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始抓取了 我点击scrape start scraping 它就是这个 它弹出这个窗口 它不会自动把我们演示 怎么点击 但其实它是点击的 我手动往下拉一下 大家看这么多 它都已经被点击到了 我只是下拉了这个 只做了下拉这个操作 但是它却没有出现那个点击的按钮 是因为这个webscrape 它已经把我们点击一直在下拉了 它已经把我们点击了 只是它没有点击这个动作 没有在这个窗口里面就是展示出来 我记得之前我那个版本 webscrape版本 是会出现来这个动态的点击效果的 但是现在的版本好像 不会出现这个动态的效果了 但是它还是会点击出来的 大家看我们往下拉 这个下拉按钮 那块 这块的这个点击按钮一直没有出现 就是因为它已经帮我们点击了 它已经抓取完毕了 我们刷新一下 这么多 我们直接导出 下载 下载 爱奇局质 我们用 Excel软件把它打开 大家看公司名字有 然后下面的这些描述也有 看一下它抓了多少条数据 419 去掉表头就是418 我们看一下它上面 它这块是413 我们比它多抓了 有五条 大家其实 这块要了解一下 就是它这块网页上显示的这些 这些数字和抓取的数字不一致 有时候会少 有时候会多 但我们现在是抓多了 我们也不可能挨个去对照一下 它哪个没抓到 哪个抓到了 现在我们是抓了 如果少到情况下 你可能会怀疑 我是不是抓少了 现在抓多了 就是我们也没法确定 就是 它这块的数字和它这块的显示的 是不是 相对应的 因为有的网站 它可能就根据不同的人群或者地区 它会显示不同的个数 它这块有没有做 就是做假 就是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看 它是410多个 我们也抓了410多个 就大概误差率400个 多了 多了这10个 误差率 所以2% 我们就算是正常 OK 这就抓取完毕了 大家看一下PPC里面这个步骤 都标清楚了 ID 我们输入 type 我们选择 admin click 第一个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我们需要选中内容 选中第一个 选中第二个 然后当selecting 大家注意 我在PPC里面只选了 这个公司的名字 你也可以选中 animate 把这个名字和这个描述 全部都框起来 这个看自己的 那个具体需求 下面这个select clickselect 大家看 它其实是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click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 这块我们需要选中的是 这个加载更多按钮 大家注意 我们这块 选中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IT局质 edit 大家注意到 这块是个加载更多 我们clickselect 我们点击 我们想要选中它 我们鼠标现在旋復到上面 它变运了 我们一点击 看它会往下加载一部分数据 这正常 因为它这个按钮的功能本来就是加载一部分数据 但它加载以后 大家看 这块是选中了的 我们点击downselecting 这时候我们再点击elemental preview 检查一下 它是选中了的 这时候就表示我们已经正常选中了 我们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当selecting就表示我们已经选中这个按钮了 我们回来继续看 click type 我们就选click more 因为这个大家就有记清楚 如果是这种的点击加载更多这种按钮的 我们就选click more 下面这个按钮我们就选unicon CSS select multiple选中 这个discount这个大家不用管 delay就根据完了情况 从2000到3000大家调一下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需要添加自选择器 因为这个是element element click 它只能帮我们确定一个区域 比如这个矩形 但是它不能抓取真实的数据 我们需要在它下面添加一个自选择器 大家看一下这个select数 root 下面有company是个element click 我们下面需要添加两个或者一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添加两个text的选择器来抓取真正的文字信息 OK 还是要点解析 element click也是一个结构体 它只是多了一个鼠标点击加载更多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要它抓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直选择器 对 element click也是element 结构体 和58通通那个功能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它多了一个鼠标点击加载更多的额外功能 OK 这个选择器我们就介绍完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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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